嘉義東石的臺唐港前農場 有造林地是要租給光電業者 來規劃設置太陽能光電板 不過重電就代表是要移除林地中的 上萬棵樹 所以當地公所和民眾就很不滿 說臺唐沒有先燒涼 就把土地出租 更擔心砍樹重電會影響到生態 所以發起抗議 拉起布條大聲 抗議嘉義東石的臺唐港前農場 約七十七公頃的造林地 去年八月 出租給光電業者後 近日傳出要移除 現有樹林來種電 遭當地村民強烈反對 村內掛上反對布條不滿臺唐 未事先溝通就出租土地 多位村長組成自救會 相待會十六號上午 加開零食會 要求臺唐到場說明 上百位村民也到場 反抗議質疑破壞生態環境 能夠扣二十八公頓的養肢給我們 你七十七公斤 我們你這樣對我們的生態破壞多少 公所 絕對是叫鄉親 大家騎走會 因為這對我們地方的這個生態環境 還有它的景觀 尤其是鄉親 是鄉舊的這個蒙面 玉玉聰聰的樹林 是民國九十年左右 農委會為減緩WTO 帶來的農業衝擊 補貼甘蔗田 修根造林而種植 臺唐解釋 造林定位是座經濟林 時間到就移除做木料 如今出租 也是響應政府禁林方案轉做綠店 種了二十多年 上萬棵的綠樹 村民質疑砍除是影響生態 本末倒置 對此臺唐表示相關規劃 還沒定案 也未送縣府核定 會將村民意見 帶回公司進行演議 記者林偉廷 陳懷許正俊嘉義報導